大家好我是訊號 主要我們的射雕尋俠傳 那今天就來講我們的新角獎先看 之前已經介紹了大概九集還十集的 我們陸服已經開放 但是台服還沒開放了一些角色 像比如說黃賞啊 合族道啊這些 那台服這禮拜 因為目前我們88服嘛 目前也是大概隔天之後才會開放我們的球仙刃 就是我們獨隊的一個主坦 那之後的話也會繼續陸續開放我們一些其他新角這樣子 那這幾天的話 陸版目前有個兩個消息 就是出了兩隻新角那已經確定了 那一個就是我們上次介紹的張三峰 張三峰的話之前留出來的是我們的情報圖 其實只要看情報圖上 圖上面只要是沒有那個火的 那大概都是還在定裝 就是還在可能在實測或者是一些 消息面的一些圖案 那真的要等他最後實裝出來之後才會有開放 比如說花精1啊花精2啊這些 所以看一些情報圖如果他上面沒有火的話 大概都還沒有成型 只是說他可能還在設計啊 或者是還在想這個角色的一些技能這樣子 那張三峰是傳奇 那雙方說是那個神話 那今天會來介紹一個我們的新角 我們魚連周 就是我們張三峰的二弟子 那等一下來介紹一下那個魚連周 他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那在小說倚天裡面 好像對他印象不是很深刻吧 我比較記得的是那個 那個魚代言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那個 雙腿殘廢的那一個 那魚連周的話他的二哥 所以那個武當七子 就是目前都好像都差不多快出來了吧 所以之後的角色 其實他這個遊戲如果設計多一點傳奇 而且技能弄強一點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改變一些遊戲的生態這樣子 因為神話角真的是不好養 傳奇角的話就會比較好養這樣 而且這一隻的傳奇角真的是應該會影響蠻大的 因為這隻傳奇角 第一隻傳奇是好練嘛 那第二他的技能也非常強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人家那個 本來是有個雙爪隊嘛 結果魚連周他是一個人就可以搞雙爪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那魚連周他的角色是定位是在倚天 他就是我們倚天圖龍基 那個張三峰的二徒弟啦 就是武當七俠 他是武當七俠裡面武功最高的 那他的比較成名的絕技 就是有把張三峰傳授的那個 狐爪手 然後自己加以改良 然後自創狐爪絕護手 那這個自創的這個招式在遊戲裡面也有實裝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 所以也進得那個太極拳的真傳 那他的那個分類是掌 其實這一次的變動改版 他跟那個張三峰 大概都會增強我們掌系的那個強度 因為之前來老實講掌系比較弱勢一點 那這次開放的兩隻角色都是掌系 而且他那個張三峰他也改成掌系了 所以基本上這次掌系的話 如果你是練掌的玩家 其實真的是算是蠻推的這樣子 那他的角色定位是單體輸出跟爆發來看一下 他 真的是不比周梓若若感覺起來 雖然說周梓若還是強啦 能擊殺回血還是強 但是他不是擊殺回血 他是雙擊殺這樣子 來看他一火技能 趁勝追擊 技攻的時候 技攻那個擊殺的時候觸發 有50%的機率可以再次觸發 虎爪絕護手 那暴擊傷害會降低50% 但是每消耗10點怒氣只會增加5%的傷害 每回合只會生效一次 簡單說就是擊殺追加啦 就是周梓若是擊殺回血回滿血嘛 那他是擊殺的時候 50%的機率再次觸發他的那個惡火技能 大家看他惡火技能 他惡火技能真的非常強力 等於說抓一次之後可以再抓第二次 只是說暴擊傷害會比較降低 但是怒氣只是減少消耗的時候 他可以增加一些傷害這樣子 好 只是他一火技能算是 也是他吃飯的傢伙 打可以那個 這個一回合可以抓兩次這樣子 來 看到惡火技能也是他的吃飯 那個招牌絕技 虎爪絕護手 對敵方後排血量最低的玩家造成攻擊 如果加滿的話 895%的外攻傷害 他是走外攻的喔 然後目標 損失的那個血量比例越高 傷害越高 那如果加滿的話 目標只要損失1%的血量 技能的係數會增加3% 喔 看起來真的蠻強的 單體技能大概 基本上到底是達摩或楊過那種 基本上都是995再加大概1000 就是1000多的那些內攻傷害這樣子 所以單體的傷害來說 995大概是最頂的 就是9倍多 那他的單體傷害其實也蠻強的 800 就是也將近9倍 最主要的是他是打後排 之外還特地挑你血量最低的玩家 簡單說就是可以直接秒後排 這個遊戲其實有像比如說極限陽過那種 有時候就像上次我打架一樣 極限陽過放在前面 你怎麼樣都打不死他前排的話 你後排的人摸都摸不到 那所以說他的這個惡火技能 就是有效的直接秒對方後排 比較薄弱的一些部分 那你可以有效的把一些補師啊 或者是一些輔助角給直接幹掉 免得前排真的硬到翻的時候 你都那個突破不了別人的防線這樣子 而且他損失血量越高傷害越高 每1%血量造成額外攻擊3% 等於說如果你50%的血量 如果對方只有半血的話 攻擊係數會加1.5倍 其實還蠻強的喔 800 算9倍的外攻傷害之外 外加再乘以1.5倍的技能係數其實還不錯 大概能夠有效的秒掉 對方大概半血以上的角色這樣子 很像一個角色 而且配合他的一火技能 抓完 抓死一次後排之後 擊殺觸發再抓死一次這樣子 那一火 一二火配起來感覺還不錯用 那三火技能 那個五當綿掌 剛剛是那個虎爪現在是綿掌 真的還蠻炫的 激光的時候觸發 然後加滿的時候 100%的機率可以對 對方使用印記 持續兩回合 印記狀態下的目標死亡之後 自身怒氣只回復25點 感覺還不錯 就是激光的時候 100% 等於加滿的時候 100%放一個印記 那印記狀態下 那個傢伙死掉的話 你就那個回怒這樣子 感覺還OK 25等於說 他比較吃就是回怒 那一樣抓 抓死之後 然後等於說再那個 再去做一次攻擊這樣子 好 那再來看一下 他的那個 那個四火技能 也是他真的 我就覺得他四火技能應該是 非常有效克制一個獻技隊 而且也是那個 陽龍復活流的一個早勢 損陰爵士 就是讓人家那個 滅掉人家的兒子這樣 擊殺的時候觸發 提高自己8%的增傷 持續到戰鬥結束 而且可以疊加 重點是後面這句 病死目標兩回合內 無法被復活 這個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強力 獻技隊其實到後來 譬如說 獻技隊到後來 一般很多人都去走 那個陽龍 陽龍控怒流這樣子 那陽龍控怒流的話 基本上就是 也是無限復活 那陽過又打不太死 小龍女放在後排 你也摸不到他 所以會是一個 蠻棘手的 也算是路板的三大主流 那他這隻角色的 第一位總覺得 應該是像 可以直接抓人家後排 抓人家後排之外 還可以定位 那個基本上 可以抓人家的小龍女 小龍女放前排容易死 那死了之後獻技 攻擊力增傷 但是如果你第二隻 擋不起來的話 其實那大概就會團滅 那很多人把他反過來用 陽過變成一號位 然後 小龍女變到後排去 然後小龍女變到後排的話 基本上陽過 好不容易打死了之後又復活 所以雙爪隊會比較被獻技 就是陽龍復活流 索克之這樣子 那這隻的角色算是還不錯 算他可以讓人家不能被復活 兩回合內 無法以任何形式的狀況下復活 而且還可以增加自己的增傷 8%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你抓15個人的話 那就加了40%這樣子 其實 以單體攻擊高 外加 外加還有印記的那個回怒 然後再加 又可以一火技能 再一次 50%的機率 那個再攻擊 其實還蠻強的 好再來 第五回合 第五火 太極真傳 開場的時候觸發 有方沒有一個職業師掌 然後如果你加滿的話 連劍都有 對 俠克可以增加自己 3%爆擊 4%爆傷 只需要戰鬥結束 等於說他適合掌劍 其實掌劍 劍其實本來就跟掌 大概配在一起 基本上掌劍就跟技器一樣 大概都是兩兩成隊這樣子 因為掌 基本上 劍隊 因為會外 因為需要先手 所以會外掛郭靜 那郭靜就是掌的 所以基本上 掌類的話 大概都還 跟劍大概都會綁在一起 那如果是周子洛如果雙爪隊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跟掌白在一起 那等於說他的話 其實劍隊 嘖 我覺得他的技能感覺不太像劍隊的技能 劍隊都是 大範圍輸出秒殺 拼一回合擊殺這樣子 那他的技能感覺起來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 只是說他是走單體的 他不是像那個老王啊 或者是像那個泛瑤啊 這些都是走那種全體那個 一片秒殺的這種快感 那可能 可能 如果配雙爪隊不知道好不好用 到時候可能要等大佬來配配看 而且他是傳奇的 傳奇其實基本上蠻好練的 所以 他如果好用的話 可以外掛在一些 其他角色身上那樣子 等於說如果你是掌劍為主的話 加他的話 3%暴擊4%暴傷 如果每一個 那個的話 如果你是五個人都是的話 基本上就加 15%暴擊 然後加20%暴傷 所以其實應該是算蠻 蠻夠力的喔 15%暴擊跟20%暴傷 其實真的很猛 那烈活技能一樣開場的時候 加他自己入戲子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他 魚人週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新角 其實看起來 而且 我是覺得這個遊戲 多出一點傳奇角色 其實真的可以改變蠻多 隊形可以再更多樣變化這樣 像增加這個角色其實就 所以我覺得蠻強力的 以後 以前那個雙爪隊 像比如說周子洛配黃賞 周子洛配黃賞 都是抓前排的嘛 那黃賞是偏向增加那個 主角的一些攻擊力 一些傷害這樣子 那也有說明他到時候 看看他會不會跟周子洛一起配 周子洛抓前排 然後魚人周抓後排這樣子 其實 看起來不錯 只是說 掌跟劍的話 才有加他的暴擊跟傷害 所以他可能也跟周子洛他們配 可能也比較難配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之後看看大佬們 會不會開發出一些什麼 新的打法 比如說三爪隊 比如說他配上那個 黃賞周子洛 三個人就到處抓這樣子 兩個抓前排 一個抓後排這樣子 或者是艦隊 但是艦隊其實基本上 他們沒有控制 他所有的角色都是輸出跟暴擊 他都是單體傷害 然後 加強擊殺 加強回怒 然後 不讓人家復活 跟艦隊的那個 宗旨好像不太一樣 他感覺不太能外掛在艦隊上面 好 大概是這樣 介紹給大家一個新角 很不錯的角色 而且他的長相 實在是很像那個 新秀老怪 我感覺他 長相真的是 比較像丁春秋 他感覺不太像那個魚連周 而且他感覺比 那個張三鳳還老 奇怪 他不是他徒弟嗎 不過長的其實還蠻帥的 我覺得他 如果丁春秋長這個樣子的話 我可以完全認同 但是魚連周真的是 感覺應該要比較正派 還是因為他衣服的那個顏色的關係 通常紫色配藍色 大概都是比較邪惡的裝扮 像丁春秋那一種 那 正派一點的大概都是白色或灰色 像那個 那個 張三鳳這樣子 不過也沒關係啦 長得帥就可以了 好大概是這樣 那既然們別的喜歡的話 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